朋友们 你还记得上一次听到新加坡港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吗 可能是新闻里 可能是关于全球航运的讨论 甚至是学校课本 但今天我们可不是要讲课本的知识 而要带你走进现实中一座超级港口的传奇 没错 在刚刚举行的亚洲货运物流与供应链奖颁奖典礼上 新加坡港再次书写传奇 它不仅第四次登顶全球最佳海港 还第37次蝉联亚洲第一 连续几十年称霸亚洲 甚至多次征服世界 这可不是偶然 而且这不仅关乎奖项 它的实际运营数据和影响力更是无可撼斗 这座港口到底有多强 它凭什么能做到这一切 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个航运传奇背后的秘密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第一张双要冠军 全球认可的传奇地位 首先我们来聊聊被一届誉为航运纪二斯卡奖的亚洲货运物流与供应链奖 如果你对航运行业还不够熟悉 那我告诉你 这项奖是由全球15000名行业专家提名和投票选出的 过程有多严苛 简单讲 这不仅要让客户满意 还得让行业内的竞争对手心服口服 今年新加坡港不仅捧回全球最佳海港奖 还在亚洲第一的位置上稳住了37年的辉煌历史 连续获奖背后是港务局 合作企业 科研机构 工会之间每一个环节的紧密协作 港务局局长红伟强的获奖改言称 这是整个团队 国际伙伴共同努力的结晶 这座港口是新加坡与全球的桥梁 我们致力于连接和服务世界 可是这些光鲜的荣誉只是表面 真正让它拖延而出的根本是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施挖它的硬实力 数据不会骗人 一起来看看 第二章 吞吐量数据 全球领先的硬实力 聊荣誉当然很有趣 但现在 我们来说说硬实力 新加坡港真正强大的地方 首先 集装箱吞吐量堪称全球桥楚 2023年上半年 新加坡港的吞吐量 达到惊人的2171万TU 同比增长7.2% 要知道 全球前30大港口的平均增长率 才只有4.6% 新加坡港这个数据可不是靠运气得来的 而且 它的中转比例还高达惊人的90% 这是什么意思 简单讲 新加坡港不是只为自己国家的货物服务 它是全球的物流中枢 全球的集装箱船只在这里靠港 货物经过分解 转运 然后继续航行到世界各地 回顾2022年 新加坡港的集装箱吞吐量 首次突破4000万标准箱 这是全球航运界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 这个数字让它稳居全球第二大集装箱港口 仅次于上海港 那么 它是怎么做到这些峰值数据的 这一点就更有趣了 我们马上就来探索它背后的运营模式 看看效力机器是如何运转的 第三章 运营商荣誉 全面开花的国际影响力 提到新加坡港 我们绝对不能绕开它背后的超级运营商 PSA国际港务集团 这家公司可是业界的巨头 今年已经第七次荣获 全球最佳集装箱码头营运商的称号 除此之外 它还获得了最佳绿色集装箱码头奖项 持续推动港口的环保和可持续发展 在它的国际合作名单里 你会看到像地中海航运MSC 达菲海运 中原海运这类全球航运巨头的名字 这说明新加坡港务集团不仅服务本地客户 它的业务已经影响到了全球航运市场 而这也让新加坡港成为了众多航运企业的首选靠港地 无论是技术优势可靠性还是合作伙伴关系 它的综合实力都是行业标杆 但是光靠这些还不足够 让这座港口如此高效的核心秘密 还是它不断创新的技术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第四章 技术创新与极致效率的秘诀 新加坡港的立刻神话是它无与伦比的效率 这一切都得益于技术的创新 港口内每天有无数艘船靠港系货 这些集装箱的装卸工作不仅快速 而且精准 为什么 因为它们使用的是计算机化智能系统 这些系统不仅优化货物排列 还设计高效路径 能够大幅度降低周转时间 让每次操作更加流畅 而且港口的基础设施一样是全球领跑 按掉门掉扶掉这些装卸设备 最大起重能力甚至可以达到惊人的203吨 除此之外 港口还大量采用自动化技术 比如无人驾驶的运输车辆 机械臂装卸 让每一个步骤更加高效 可以说 新加坡港的每一寸土地都被技术负能 成为了运转效率最高的港口之一 技术没在停步 但新加坡港的未来规划 才是更令人震撼的一张 我们接着看看 它将如何再造奇迹 第五章 未来规划 紧接中的世界枢纽 新加坡港并没有满足于现状 它正在塑造全球航运季的下一代枢纽 大士港 这是一个超级工程 根据规划 大士港将全面建成四个阶段 最终年吞土量将突破6500万TU 相比现在的吞土量 这几乎是翻倍增长 大士港还采用了许多令人惊叹的设计 比如自动化码头 环保设施和智慧管理技术 能够更高效地处理货物 同时对环境更友好 此外 新加坡港务集团 还不断巩固自己的国际航运网络 与更多全球航运巨头展开深度合作 以确保它始终是首选靠港地 这座港口不仅仅是新加坡的国力象征 更是全球航运格局的革命性拐点 你认为未来会有哪座港口 能够挑战它的地位 好了 朋友们 这就是新加坡港从过去到未来的传奇故事 它用一流的基建 顶尽的管理和非凡的创新能力 书写着全球航运界的奇迹 如果你对新加坡基建 或者其他新加坡内容感兴趣 记得关注我们 在接下来的内容里 我们还会探索更多 评论区欢迎你的参与 你认为哪座港口 能够挑战新加坡港的地位 或者 你觉得新加坡港未来还能进化到什么样的程度 别忘了点赞这期视频 订阅我们的频道 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下一期内容同样精彩 我们下次见